如果你知道自己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 被自己的物业严密监视 几点出门 几点回家 几点遛狗 几点带玩 到哪里见过什么人都被物业拿捏得死死的 你会是什么感受 以为自己成了叠影重重的主角了 而我要说的这个小区的业主是感觉到了恐怖 直接报警了 这是北京青年报的报道 成都玉丰遇见小区的业主李龙 最近得知自己被小区的物业公司 凝聚物业的员工监视长达一年半 这得从2021年的2月说起 李龙在小区及周边的行踪被监控摄像头记录以后 物业公司的值班人员就会专门调取有关他的照片和视频 并在工作群里汇报 他几点出门遛狗几分钟 几点从地铁站方向走回 路上跟谁打了招呼 在家里待了几个小时才离开 这些在群聊中都有详细的记录 以文字和视频截录屏的方式 由安保人员汇报给小区的物业经理陈阳 那物业为什么要做这么奇葩又违法的举动呢 太阳下面没有新鲜事 为了利益吧 李龙认为自己被监控是因为维权参与组织成立业委会有关 原来小区每栋楼有6部电梯 但有两部被物业商业征用了 每栋楼3000多名业主只有4部电梯上下楼太拥挤了 李龙和部分业主提意见认为这样的服务与5块5一平的物业费不相匹配 2021年3月 在向物业多次要求对业主开放全部电梯无果之后 李龙和业主代表向街道递交材料 申请成立业委会 同年10月 街道办核准了业委会筹备组的成立资格 但是成立业委会的过程中 物业经理陈阳三次找过李龙 希望他停止组建业委会 最后一次甚至要提出给他钱 被拒绝之后 李龙觉得物业彻底翻脸 露出了真面目 李龙说自己在去年3月就被一个陌生女孩子好心告知 有人在监视你要注意安全 去年9月 李龙再一次被一位年轻的好心保安告知 自己看到过监控他的视频和照片 但不能说是谁在监控他 直到今年4月份 物业的一名主管被开除之后 主动联系了李龙 说自己曾是监控小组的成员手上有证据 李龙约见了这名离职主管 才知道自己的生活 是事无巨细的处于物业的监视之下 这位前主管透露物业建了一个8人微信群 负责监控的保安会 定时向物业经理陈阳汇报被监控业主的动态 而被监视的还不止李龙一个人 凡是参与组织业委会的业主 或者被陈阳认定为刺头的都被监视了 一共有89个人 9月28号李龙决定报警 并说服了提供截图证据的前主管去作证 其他几位得知被监视的业主 也前往派出所报警 9月30号 业主拿到了警方的立案回职 警方告诉大家 这个并非是单纯的民事纠纷 可能涉及到刑事处罚 宁俊物业管理员宗泽 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物业这么做 是为了配合做流调 物业已经把完整的资料提交给派出所 并等待警方的合适调查 还不能确定监控八人组 是否设计违规或者违法操作 但是目前陈阳已经停职 感谢北京青年报的详细报道 让物业涉嫌与其谋私的行为报之于众 在警方的调查结果出来之前 我们也只能说是涉嫌 但有些事儿 就像光头上的狮子明摆着的 做一些苍白的辩解 也无非就是消除一下尴尬 从来没有留掉要求物业 对业主像钉间谍一样 而且被开除的前主管甩出来的证据 还不能说明些什么吗 油调系统可不背这个锅